保安部門去年到現在完成了 特區四件重要的城市的保安工作 包括了第四屆的行政長官選舉 第八屆的亞太經合組織旅遊部長會議 澳門回歸祖國15週年的慶典 以及剛剛過去的春節所實施的人潮管制組織 去年澳門接待了3,100萬的遊客 出入境達到1.5億人次 這是我和官方拿到的數字 保安部門在這些重大工作上表現得非常專業 在出入境管理、交通執法、通關效率、人流控制等 各方面都是表現出色的 尤其是嚴格執行了內部保安干預法 使到回歸15年的慶典 在一片歡樂的氣氛下完成 這個是值得讚賞和表揚的 國有國法、家有家規 保安部門是有責任維護澳門安定繁榮 保障社會安寧、維護法紀、執行立法會所定定的法律 指長 澳門居民是支持你 依法驗證執法 拒絕一些搗亂分子 令澳門添煩添亂 製造時端 這兩天至到今天為止 幾乎所有的議員都叫施長你執法從嚴 但唯獨只有兩個議員 叫你不要執法 或者濫用這個法律 真是莫名其妙的 澳門說是蓮花寶地 百毒不侵 一些災難性的事件 通常我們都可以置身事外 例如在03年的沙士 禽流感 到最近那個 在國外發生的重大公安事件 或者到最近的禽流感 但是我覺得 幸福不是必然的 我們要面對全球複雜多變的外部環境 我想聽聽師長 在這方面有些什麼的應對 武漢當局 經常都講到要深化科技強境 嚴格治理這個紀律 建立一支優質高效紀律嚴明的警隊 公共安全是澳門長治九安的重要基石 而澳門的保安工作 是往往隨著社會的持續發展 或者經濟的逆轉 面對更大的挑戰和考驗的 我想問問師長 你在這個範疇裡面 作為一個師長 你怎樣去深化這方面的工作 去回應這些挑戰和考驗 怎樣去加強這個防罪滅罪的這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想講講這個色情單章的問題 昨天你講到了 檢察的機關和法院 對這個色情單章的定義是有分歧的 使得你們浪費了不少時間和經歷 又解決不了社會關心的問題 是源於這個法律太舊了 有三十七年了 這個法律 因為當時沒有單章 只看人版 最好看單章 所以這個法律 就是需要去改的 以及這個刑罰 剛才我聽說會不會太輕呢 在這方面 會不會追不到我們現時社會的演變 已經是不合時的 我記得曾經有些前線警員 去拘捕這些色情單章的法放者的時間 他們都丟在地上 而你可以做的就是 以這個都市總規章 當垃圾這樣去 去charge 它 只是法律百元 那當然是拉極都有 是吧 我覺得這方面的法律 其實真的要怎樣去想想 看看是不是在不夠將來 能夠提交到給我們立法會去審議 這個是困擾著我們整個社會的問題 因為這個不單是在路由區 好像在社區裡面 都是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另外一個就是 剛才私上講到 羅文昌局長講到 將會在石牌灣設置警察分集 其實那裡有9000 剛才你說的有9000個居民 在那個小社區 其實不止的 因為對面有金峰南岸這個豪宅 如果將會進入火的時間 那裡會超過過萬人 這個是有迫切的治安 的隱瞞 其實希望在這方面 加強加速這方面的工作 我都應該是說完了 那分鐘 那分鐘麻煩賣給你 不如 阿溫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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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司長 各位同事 各位官員 我直至這個機會 就是向公眾 司長王少澤 在這幾個月內 是非常重視 這個紀監會的 非常重視紀監會所在推行的工作 我相信 在這幾年內 王少澤 身為 當時為司法經濟局局長 是非常重視的 因為我們相信 他相信 相信 他在五年內 這五年的任期內 就會獲得 一切的協助 來推行他的施政 這個我是可以保證的 我們是非常得到我們的信賴的 和我們來交換意見的 第二 我想 在這次的施政的辯論上 探討一個問題 這個是非常熱門的話題 就是找出 或者是招聘一些專才的 培訓一些專才的 在管轄的範疇內 是有三個學校的 其他議員也有討論過這個問題 這個學校呢 現時所存在的這些學校 他有背後的歷史 在澳門 他有根基 有他的信住 當然他是有改善的空間的 就是提供我們的青少年 一個適當的培訓的 我都非常高興 從閱讀 這個保安範疇的施政報告上 他強調了某一方面的事項 尤其是他加強這個道德的培訓的 因為黃雪橙也都在他的擔任職務上 是非常關注這個問題的 希望有一些培訓的課程 一些研討會 來加強這方面的培訓的 這些是受到大家的關注 而受到大家的討論 由於它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個問題 值得來提出的 就是接待公眾 還有怎樣來做出回應的 比如有些人來接受電話上的投訴 那他會當時是投訴或者檢舉的 那他當時的情緒是有些波動的 那這個接待 接電話的警員 要是有所準備 怎樣去應對的 一些在精神上或者情緒上 受到波動的人 有些人的 有些時候 所涉及到的問題 就不是說公眾以來去解決的 那這些問題 這些問題就在施政部 討論上是提出的 我想 我非常高興 就是著重於語言的培訓的 澳門是一個國際的城市 尤其是著重於國語和英語的培訓方面的 在關於這個人才的培訓方面 尤其是在這個法律的方面 我認為是可以做更多的 來到更多的功夫 來去吸納一些畢業的 在法律畢業的人士的 我相信 我相信 那部隊 也都要採取一些措施 當然 有些已經採取了 來到吸納 吸納一些法律的學士 進入部隊 或者參與一些 一些 譬如石市學位的課程 尤其是營證方面的課程 我剛才提及到 有很多保安部隊的成員 到期會退休的 希望可以培訓一些適當的人士 來接替他們 要求司長來解釋一下 有什麼想法來吸納這些人士進入保安部隊 尤其是進入一些非軍事化的工作 同樣我亦都想知道 這個是保安範疇的專有的 就是關於這些 用一些 就是這些 不知道叫什麼 就是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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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壓力的 用來知道 真是有導航的 知道人的位置在哪裏 這些就是一些 因為這些可以解決到 就是人滿之患的 這個 監獄人滿之患的問題 鄭志彤議員 多謝主席 之長 各位官員 各位同事 萬安 怎樣提振我們紀律部隊的 時器 在這兩天很多位議員都提到的 一個熱門的話題 有很多議員從福利 待遇 宿舍 培訓 向上流動 等等提出很多建議給司長 司長也回應了 說 有些工作我們正在做 包括軍事化人員的通則 有些要修改 入職、進升、培訓要加強等等 我們大家都會相信 司長一定會體恤下屬的情況 去爭取 為保安部隊人員 謀多更多的福利和待遇 但這裏面又涉及到一個 全體公職人員之間的平衡問題 保安部隊是可以有些特殊化 是可以傾斜 但也需要有一個過程去做一些事 但我全然相信 包括很多同事都相信 司長一定會為保安部隊的同事 去爭取這件事 我想要和司長 從另一個角度 三個方面去探討一下 從另一個角度 怎樣去提振士氣 有志參加保安部隊工作的年輕人 大家都知道 他們都是一種為社會服務 維持治安 保護市民 這樣一種崇高的抱負 我們以前都聽過這樣的一些說話 這些小孩子 我大過要做阿sir 把所有的壞人都拘捕 做阿sir 我大過要做醫生 醫好這些病人 我大過要做護士 如何護理好病人等等 經常我們聽到大過兒子之後 要做阿sir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 這樣是一個很崇高的工作 他們還要接受到 很嚴格的體能和技能的訓練 相信也不會根本計較福利待遇 或者怕辛苦 但是有一點最怕的 這是最容易打擊我們保安部隊士氣的 就是紀律的鬆弛 形象的受損 如果我們警隊的紀律是鬆弛下去 警隊的形象是不良的話 這個是對我們的士氣打擊最大的 司長在引課裡面的第六點提到 嚴肅警隊紀律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 這個對維護警隊的形象 提振我們警隊的士氣有很大的作用 希望整個保安部隊上下一心 為維護我們良好的警隊的形象 提振士氣 司長在裡面提到要求各級領導和主管人員 做到以身作則 我跟司長探討一下 或者司長可以跟你說一說 怎樣加強各級領導和主管以身作則 你戴好頭 我們的士氣就會在這裡 這是第一個想探討的 第二個想探討就是 這裡有幾位議員都提到 特別是宋碧琪議員提到 一個叫做執法無奈 因為我們警隊很想去執法 但是很多事情是做不到 其實這裡可以考慮一個減少 一個增加 減少影響我們依法執法的一些障礙 增加我們一些執法的能力 比如說司長在昨天講到天眼 講到很無奈 我都為你不抵 很多事情我們是做不到 沒有這些配合 這個一定要加快去做 我們警務的技術科技手段一定要加強 不是我們怎樣去提振士氣 還有我們很多法律法規 有很多我們真是滯後了 阻礙我們去執法的 你真是盡快送來 我相信全體立法會議員 都會一定跟你加班加點做快 師長你對這個掃除現在在執法無奈提振士氣裡面 你有什麼看法或者是想短期要送什麼法律或者法規 送來我們立法會想我們跟你過的呢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提振士氣的 要給我們保安部隊的所有的成員 都要增加一種榮譽感 還有市民要對我們警隊人員的認同 你在引解裡面提到八個字 警力有限 民力無窮 非常對的 市民的認同呢 這個是我們警隊最大的榮譽 所以加強社區的警務呢 我想不單止是師長你講的 是預防犯罪 有重要意義 從另一方面講呢 更重要的就是增強了與市民的溝通 獲取了市民的認同 從而提高了我們警隊的榮譽感 帶來了一個提振士氣的非常好的作用 這三方面提振士氣我覺得真是值得考慮 但是我又看回師長的 在昨天的引解裡面 其實師長都提到了 不過我撿你口水沒講 在師長的昨天的引解裡面 都提到這三點 不過你是從工作的角度 去思考 我聽完之後 我覺得是不是可以 從提振士氣角度 去再落實好有關的工作 我相信警隊的士氣 將會在不論的將來 會大大提高的 多謝 陳薩寶議員 我學你嘛 陳薩寶議員 師長 各位公議員 各位同事 那師長肯定這幾個月 或者是在這個保安的範疇幾年 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 怎麼這麼說呢 比如我身為一個澳門人 我都覺得是在澳門居住 是十分之安全 很多地方 比如在鄰近的香港 晚上很多地方都不敢去的 澳門我就沒有這個感覺 都敢去 如果作為一個遊客 我更為覺得安全 因為雖然我們未是這個世界級的 旅遊遊遊行程序 但是比起很出名的城市 例如歐洲的巴黎 米蘭 甚至是鄰近的布吉 之魚處女 就是我們那些嚴重的罪案 對遊客來說 就真的沒有的 比如久不久都聽到 現在我聽回來 我朋友久不久都去歐洲 就是現在離譜到 你坐在歐洲的大城市 在外面那些 露天茶座 幾個人走過來 就一個人撞到 你全部撞到 那些東西都散了 然後你就顧著抹咖啡 其餘那些就搶了 你沒有可能防備到 你坐在那裡 三個人 一個人一衝過來 撞爛了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 跌手入地 那你當然是顧著 錢包啊 顧著濕身 別的東西就搶了 也有些情況 如果有人坐電單車 在那些交通的要路 你等紅綠燈 直接坐後面那個 就在你的車裡 後面是玻璃 打爆你的玻璃 那你以為 人家開槍 你就怕了 拿下你的手袋 緊不住 坐電單車還沒走 這是最近發生的事 所以可能中國大使館 都經常叫中國遊客 小心 這個是很亂 澳門沒有這種情況 當然這個是十分之好 所以如果你說是構建 這個世界級的旅遊 一人城市 我覺得思長的範疇 管治安的部分 應該是 最先會達標先 因為這個 現在已經是 很天下太平 可以這麼說 那些交通 移居移住 那些問題當然很大 澳門那個地方是小的 可以這麼說 但是 雖然是這麼說 但是 很多事情都可以改善 我自己有少少的看法 譬如是 出入境的 因為昨天有些同事說過 現在的 這些 前線的警務人員 都很 有些很禮貌 很好笑容 因為他們是很重要的 因為在街的 如果遊客見到 我不懂路 想問東西 一定找警員 因為沒有人 就算有時候 問一些路人 他都不懂 那見到警員一定問 那如果他們的訓練好些 禮貌好些 笑容好些 廣東 這個國語 或者英文 適些 這個是好遊工作 尤其是旅遊區 那我想說是 旅遊警察的 但是也不需要 因為澳門這麼小 那希望是真的 派去那些旅遊景點 或者世衛景點 多人集中的地方 多遊客 那個 前線的警務人員的訓練 希望好些 那個笑容又好些 那另外講到出入境的同事 這個就很難怪的 因為全世界出入境 只有幾個國家 我去那麼多地方 都是因為可能受過軍訓 或者是紀律的訓練 多數的面口都不是好笑的 就是多數看你 看你是否進來有問題先 那這個很難怪的 但是真是 民積化的情況 是不是找些人看到證 或者是就算 不是民積化的 有些人都可以 是訓練到這件事 就是不要當 面口局入親 好像美國 加拿大 你都知道入親了 一定是想著你在這裏做事 有問題先的 抄到你 還問到你死 總之你不懂 講英文的 就走在一邊 就是這個當然 我們沒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如果真是出入境的同事 白亡之中 都能夠是改善到這件事呢 我覺得我們對我們的旅遊的形象 是十分之正面 至少人家回去會先說 如果是出到街的 有些警務人員幫到手 問到路 講到他需要的 問到的東西 答有個好的答案 這個是更自然好 當然有些地方 好像泰國 有些旅遊警察的 可能那些地方自安不好 他整對警察那裡巡視 讓遊客安心一點 我們未必需要這樣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大的旅遊景點 那些前線人員應該多些 應該是多些去巡邏的 另外呢 講回有兩樣 我想講講關於道路安全 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現在斑馬線很多 很多斑馬線 尤其是王朝區一大 甚至城市大馬路 可不可以很簡單地 為了這個道路的安全 以前好像鄰近的地方 斑馬線 有兩支燈 旁邊 兩個路邊 動起轉給人知道 因為 你一開 由斑馬線開斑馬線 前面的車停了 你又不知道 但如果有個信號 有些是貓眼石 在地上反光 但問題是貓眼石 前面有車 你見不到 如果真的好像有紫紅綠燈 那樣在這裡 黃色斑馬線 即是告訴你 那裡有斑馬線 我想對開車的人的警覺 是好很多的 現在不是很多人 真的不熟悉的 又有斑馬線 見前面的車停 又見不到斑馬線 尤其是晚上 不是條條路很乾的 那情況之下 可不可以做到斑馬線 有一個特別的識別 告訴別人 我就離遠 我都知道 那裡是斑馬線 我不是看地 我是看旁邊 又燈的又轉的 好像香港也有黃色斬燈 好像澳門是沒有 我覺得沒有 可不可以做到這樣 我覺得道路安全 因為我不是開車的 我是坐車 我坐車 我都覺得司機 經常停 他熟悉的 他就知道在哪裡有斑馬線 但很多不熟 晚上開得快一點點 突然過一個口 又有斑馬線 他沒有這個準備 要看到地上 有斑馬線 或者有人過 他才打開 情況之下 很有可能會造成這個危險 那關於是 當然現在治安很好 但希望司長 這麼多範疇 都應該是 居安私危 現在沒有發生的事 不是表示 將來不會發生 天眼也有人說了 但好像沒有針對 不知道有沒有漏了 就是 現在的輕軌 譬如是 譚仔的段 有沒有設計到 已經在那裡 雖然是未完成 好像我沒有聽到 那個輕軌 有這個設置 因為這個密集 那些人上上落落 那裏如果是打荷包 如果有這個天眼 也都是幫助你們 這個 這個 搜證 和這個 偵破的罪案 另外 有一件事 因為我們遊遊這麼多 周邊也是 那個形勢 尤其是這個 政治上的形勢 很複雜 其實這個恐怖襲擊 我想都要 雖然是風險低 都要想的 因為 說真的 飽了一個炸彈的話 可能幾個月都沒有人 下來 那這個是幾時 能夠 即是做得到 情報搜集之餘 是真是 這個提告警覺呢 那 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譬如最近這個 我們澳門的 謀足局去 這個成都 搞這個活力澳門州 他都 因為他怕人流多 不讓我們去那些人宣傳 因為他已經太多人入場 一入場多 就會做混亂 也都是管不到 哪些人進去 可能成都又 又近那些 雲南 四川 那些 新疆的地方 所以這個 國內是做得 相當仔細的 不是要他學他 他們真的有這個意識 可能上面真的 試過很多次這些恐襲 希望就是 澳門沒有 祝司長這裡 工作順利 希望我們平平安安 各個都 不用鎖門睡覺 多謝 請司長回應 你不用禁錄 你不用禁錄 那 那 社會安全問題 公共安全問題 公共安全問題 國家安全問題 我們怎樣去應對挑戰 以及應對一些 突發的事件 或者不穩定因素 其實這個擺在我們國安範疇面前的 這些問題 都是當無之急 都是我們要積極去面對 以及去解決的 那 即不論是 認識犯罪方面的問題也好 大型的群眾事件也好 又或者是大型的人群的控制也好 或者是針對國家安全方面的 這些事件也好 我們都要非常認真去評估 以及去應對 那請各位議員 請曹一勤議員放心 我們保安司核下所有部門 會全力去面對 以及去應對這些挑戰的 關於色情單張方面的問題 就是關於1078M法律 它本身 你說得對是37年了 那這些法律的制定 當初來說 這個制定其實是基於當時的這種環境 其實我們現在電子化的時代 我們信息化的時代 其實有很多的這些裏面的制度 裏面的規定已經不合時宜 所以我覺得這個絕對是有修改的必要 那麼我們會後也會召集研究小組 對這個法律的問題進行探討 那麼如果是意見成素 我們會向相關部門提出我們的建議 那麼其他法律都一樣 就是剛才去回應宋碧琦議員提到的問題 也都是給港加結婚問題也好 或者是我們這兩天所提到的眾多法律問題 那麼我們雖然是不具這個法律立法的精能 但是我們一定會可以積極地面對 以及會根據我們執法的需要 以及這個認識犯罪 學校方面如何加強這個研究培訓方面的問題 其實是非常珍同的 其實我們現在我們的培訓機構 不可以只是一個培訓機構 我們還要去一個理論的層次方面去提升自己 所以我去巡查這個保安高校的時候 特別是跟保安高校提出 就是除了傳統的培訓工作之外 尤其是要從一個理論研討的層面去提升水平 要增加我們研討的成果 要建立我們各有澳門特色 各有保安部隊特色的這種理論的成果 這個對於澳門保安部隊 或者澳門的警方、警察的將來發展 都有很大的幫助 其實我們現在初步決定 明年開始 即今年可能時間都緊迫了 明年開始我們會以保安高校做一個重點 由張宏英主任做主編 會出版一個澳門警察的一個集字 重點是推介我們澳門的警務理論研究的成果 這是已經初步做出這樣的決定 將來由保安高校來組織力量去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其他部隊傳來支持 希望有一個各有澳門特色的理論的一些刊物 以及一些理論成果透過這個刊物 可以向社會、向其他地方去展示 也都是借錢提升我們本身的水平 阿尼依然提到一個接待技巧和回應技巧方面的問題 其實這個我非常珍同 其實就是這麼多年來 因為阿尼作為基金會的主席 也都是非常了解到投訴當中所面對的問題 因為很多時候是因為前線竟然不懂這種接待技巧 或者回應技巧 所產生的誤會 或者產生大家的不開心 其實如果有這些技巧 很多問題其實很簡單 很簡單 所以我們的接待技巧、回應技巧 當然還有一件事 我們要以民為本的這種服務的意識 可以使我們去樂意幫助市民 樂意幫助我們所接待的市民 在這種情況之下 使我們的服務工作 我們的執法工作更加順暢 以及使市民滿意的 當然執法工作不一定要使市民滿意 但是如果可以使市民滿意的情況之下 我們何樂而不為呢? 我覺得是這樣的 當然我們是要執法 要依據法律的這種規定去做 但是可以使市民滿意 在我們歷所範圍之內 法律容許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要盡量去做到 令市民滿意的 這是我們的其中一個重要目標 其實我們法律定定 法律的這種重要的目的 都是要使市民安居樂業 市民是對我們的政府的工作 對執法工作是滿意的 安利依然也提到監控的手額 監控手額 即技術層面的這些事項 我想這個我們可以進行研究 但是現在目前的法律 這個人並沒有 如果將來是有需要做這方面的 配備這種設備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個是需要一個立法的前提 但是多謝安利依然提出這樣的建議 政治上依然提出很多方面的問題 尤其是關於提振時期那裡 那麼我們今年的施政的重點 其實是有這方面的 這個內容是我們的重要內容之一 那麼提振時期呢 我們譬如說我們推動的主動紀務 市區紀務和公關紀務 其實目的是要使我們和市民拉近關係 是要貫徹移民為本的理念 其實這麼多月來呢 我舉一個例子 我以治安警察局為例 治安警察局在這個執法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打擊的士為例的過程當中 得到市民認同得到傳媒的這種肯定 也都在這兩天的這個辯論過程當中 也都看到得到各位議員的這個肯定的 那麼我想對於治安警的前線人員 尤其是這方面執法的人員 其實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提升時期 是太真士氣的 那麼而且呢 我提出公關紀務呢 加強跟媒體的關係 加強跟市民的聯絡 其實很多警員在這幾個月的執法過程當中 其實是感受到市民對他們的支持和認同 而且是密切了他們之間的關係 我們竟然也從中感受到這種榮儀感 感受到這種榮儀感 所以我覺得這種榮儀感 使得他可以更加進一步 拉近和市民關係 拉近和媒體的關係 所以這是這種良性的互動 有了這種良性的互動 這種關係會更加密切 執法的成果會更加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主動警務 公關警務和死區警務 其實是真的就是想拉近和市民之間的關係 使得我們執法水平不斷地提升的 鄭志強依然提到這個執法無奈的問題 其實我想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心得 其實法律永遠是制後的 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地區 法律永遠是制後的 所以只要有法律的制後 就肯定有執法的無奈 這不只是澳門有這樣的情況 我這兩天不斷地跟大家說 沒有法律 法律空白、法律灰色地帶 其實這是很正常的 大家不可以覺得澳門真的是法律 真的很差 當然有這方面要改善 但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要認識到一點 其實法律制後是永遠的這種事實 有法律制後就必然有執法的無奈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其實要正確去面對 我們執法人員只要是依法去執法 正如鄭志強依剛剛所提到的 減少依法執法的障礙 增加依法執法的能力 用心去執法、依法去執法 這個作為保安部隊的成員 就已經盡到自己的目的了 當然我們作為領導層 作為我們保安部隊的領導成員來說 我們不斷地去尋求改善我們的法律制度 去立更好的法 去推動立法 制定更好的指引 使得我們的執法工作 可以更好地向前推動 這個作為保安司來說 我覺得我們有義務做好這方面的工作 關於有沒有法律去提交 我覺得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剛剛開始進行相關的研究 我希望盡快有成果 向我們的行政會和立法會去提交相關的法律 當然我們前提之一 我們一定要跟法務部門和行政法務司進行溝通 而且一定要按照相關的這種方案和計劃去推進的 不可以因為我們突然之間提出一個法案 是擾亂整個這個立法的進程 當然非常重要的 我們也一定會跟行政法務司方面去進行 就是良好溝通 大家有共識成本次推動相關的立法工作 陳習武議員提到前線警員的接待技巧 剛剛也其實已經提到這方面的問題 還有安排多些警員去旅遊景點等等 當然我們是非常樂意的 但是因為警力始終有限的 那麼去大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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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盡量安排多些警員去這些旅遊景點 也好重要設施也好 或者是交通要道也好 我們不斷派多些警員去外面執法 去疏到人潮也好 去做好這個公關的工作也好 其實這個是保安部隊成員 一直是不斷地進行有關的工作的 至於說這個奔馬線太多 我想這個我們可能要跟公務局方面去進行溝通的 可能因為這個不是我們保安範疇的權限 我們會跟相關部門去進行這方面的溝通 那麼輕軌的天眼是 輕軌的天眼是絕對是有的 而且是會優先去考慮 因為大家知道輕軌本身就是一個重要設施來的 所以這個也必定是我們重要的考慮範圍 剛才還有陳正武言提到的 這個奔馬線設置明顯的指示方便駕駛人士去識別 我想這個是我們會向相關部門去反映的 相關部門去反映的 我們一定要居安私隱未以籌謀 去不斷地留意周邊的這種環境的變化 尤其是我們要跟周邊國家地區的警務部門做好這個情報交流 我們要預防安全事件發生 不要說是重大 小小的事件都不容許 其實我們希望在這方面做得更好的 還有一些時間我想回應一下 就是昨天王傑貞依然提到的打擊死區賣淫方面的一個問題 其實打擊死區賣淫 一直以來警方都有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們有幾方面的工作是在做的 第一個是透過死區警務工作去獲釋相關的犯罪 這個不可以叫犯罪了 因為死區賣淫本身如果是一流一縫 它本身不是一個犯罪來的 不是一個犯罪 只是一個行政違法 大家都知道 根據《有多知犯罪法》第35條的規定 它只是一個行政違法行為 它不是犯罪 但也都是在治安警察局管轄的職責範圍之內 所以治安警察局一直都有進行相關的巡查工作 他們透過死區警務聯絡主任 也都是不斷去搜集訊息 以及去發現一些這方面的賣淫的地點 去進行這些執法行動 另外施警局方面 透過大廈罪案預防小組 大廈罪罪自由 都一直是開展相關的工作 如果是屬於施警的職責範圍 比如說如果是涉及操縱迷任 或者是迷任集團的 任媒的 這種情況之下 施警局可以透過自己的行動 已經可以開展相關的執法工作 如果不是 也可以透過轉計的方式 將案件 將個案轉計給治安警局 其實這個工作都有一定成效 當然這種現象 要完全倒截 倒截這種現象 其實不是這麼容易的 因為始終這種賣淫活動 它不是一種犯罪活動 所以打擊方面 其實始終是 很多人 他未必是有改革的心理 沒有震懾效果 當然澳門是不是要 將這種違法行為 將它認識化 我想這個是需要社會共識的 很多人都很好奇 特別周邊地區的人線 有些朋友來到澳門之後 第一個問題是問我 不是問哪裏有景點 是問澳門是否是犯罪 我覺得這個 這個好像是 周邊地區是比較特別的一種現象 因為譬如說 內地也好 香港也好 很多地方 它本身都是比較嚴肅處理的 當然澳門作為一個旅遊城市 是不是一定要有這些現象去存在呢 我想需要社會大家去達成共識的 還有些時間 我想就這樣 請高校校長講講一下 因為昨天王傑晶宴也都提到 這個優化保安學院的培訓工作 請校長你講講一下 怎樣優化保安學院的培訓工作 多謝師長 回歸之後 隨著社會的發展 保安學院培訓課程 即是這個 新警員和消防員入職的課程 我們是作了相應的調整和優化的 有以下的措施 在確保這個教學質素的情況之下 將這個培訓期作適當的調整 參考鄰近地區的做法 由原來一年的培訓期 縮短到八個月 加大了這個培訓的頻率 加大這個培訓量 以適應這個部隊編制擴大的需要 在課程內容方面 除了常規的警務知識 例如法律 體能 射擊 急救等等之外 我們亦都很著重這個學員的 得力的培訓 包括以灌輸這個移民為本 公僕精神的服務理念 依法行政 連結奉公的工作態度 也著重向這個學員灌輸 如何面對這個工作壓力 如何舒緩這個壓力等等的心理知識 目的是令到學員 除了具有專業的警務知識之外 亦都會有穩定的心理素質 回應這個社會更高的要求 多謝大家 還有少少的時間 我再回應一下 歐穩尼議員 剛才提出的一個 友好想法 如何措施來吸納法律學士進入警隊 會否鼓勵修讀食事課程 其實近幾年來 保安部隊 就是保安私客客的局級部門 去招聘人手上 特別是招聘警察和司警上 其實已經是招聘相當 都有百分之五六十 甚至七十的大學生進入警隊 所以現在的學歷水平相當高 其實還有一部分 在這部分當中 有一部分是屬於法律學士 警隊絕對是支持 保安部隊的成員 我們保安私客客的局級的成員 去修讀更高的課程 這個是我們一貫的政策 當然法律制度方面 比如說我們澳門的公職法律制度 如果是有學士學位的情況之下 他去進行修讀課程的時候 他就不獲有關時間方面的幫助 如果是讀學士 他本身就可以豁免一些時間去考試 或者去上課 但如果讀食士他就沒有這方面的資助 沒有這方面的幫助 這個是這樣 多謝大家 徐偉坤議員 徐偉坤議員 就是好像我們現在手上的家暴法 現在我們已經收到 收到自動警察局的意見 就是執法比較有些困難 其實在這方面我覺得 是不是你應該帶回信息去給政府 就說假如任何條法律是牽涉到刑事的 是不是要諮詢一下你們的意見才好 拿上來立法會 就是不用好像搞到我們家這樣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因為那條法律就可能拿出來 可能到時候可能會好像這條色情單張 做不到 這樣就輪到 這個是我想跟進一點點的問題 另外就是關於這個內部保安干擾法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 我們除了那條法律是賦予了保安部門 是不讓人入境之外 是還可以驅逐人出境的 因為很多事件 有些事件可能會在本地人 傳統外地人 一齊來搞自己 那時間可能會有些落網之餘 那時間我們怎樣辦呢 麻煩 主席和司長 我只是想講講關於高校的一些培訓課程 我首先都很多謝 司長剛才所講的一些東西給我知 就是看可不可以現在我想知道 我們的高校可不可以更向前一步 就是除了一些學士學位的課程之外 可不可以搞一些碩士甚至是博士的課程呢 而主要這些課程呢 都是針對警察裏面的一些專業的 因為我們一些傳統的大學 或者一些教育院校是沒有這些課程的 所以我覺得呢 我們應該呢 是為了這個目的呢 去更向前邁進一步的 以便可以呢 我們呢 可以鼓勵呢 這些我們的學士學位的學生呢 可以更進一步去進修他們 議員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 在剛才你的回應裡面呢 很多謝你回應了我兩個方面的問題 但是我其中一個第一個問題呢 就是我覺得最容易打擊我們公安部隊士氣的 就是幾隊的紀律鬆弛 或者形象受損所帶來的損害 所以我很贊同你在第六點裡面提到的 而不縮警隊紀律這一段說話 這段說話裡面呢 提到呢 有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強化我們警隊人員的 重視紀律的意識 這個是對的 一定要這樣做 如果我們執法者在這方面都 就是意識不強的話 那這個呢 就真是士氣就大受影響了 另一個呢 就是提到領導和主觀人員 要做到以身作則 這個對整個警隊上下一心去做事呢 這個影響很大的 如果我們的領導和主觀能夠以身作則 帶好的頭 我想那種士氣就會很高昂的了 所以我剛才就問了一個 怎樣去加強各級領導 及主管以身作則這方面 是可以有些什麼的想法呢 謝謝 請師長回應 請師長回應 多謝三位議員的跟進 那關於這個 這個 是否提供修法 立法的意見呢 這個 絕對我們會去全力去做的 好像家暴法那樣 除了治療局司警局 和保安司的辦公室 都有進行 提供相關的意見 那只不過呢 就是 我們的同事呢 都是選擇以匿名方式去提供 那所以呢 就是 可能看不到 是哪個同事 或者是哪個部門去提出的 那但是呢 作為執法部門呢 是絕對是有需要 按照我們執法的這種 前線工作所得到的第一手資料 和我們執法的需要呢 去提供這個修法 和立法意見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執法才知道 執法方面的最實際的一些問題 還有呢 執法方面的需要 尤其是去預防和打擊犯罪方面的需要 這個是最清晰的 那所以呢 這個是我們作為執法部門來說 一定是有責任 有義務去提供這樣的意見 那而我也鼓勵我們這些同事呢 在多助這方面的研究 那除了是和我們相關 和我們不相關的 只要是法律方面的 尤其是和刑法有關的 那麼我們都樂意去提供修法的意見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拒絕出境方面的問題 設立這個食肆和博士課程 那麼 剛剛我提到呢 就是我們希望高校呢 走高端 除了傳統的這種 培訓的工作之外 我們還要走高端的這種理論研究 和學術研究 理論研究 和我們去培訓工作方面的高水平 所以呢 其實這個值得去考慮 當然設立食肆課程 和博士課程 需要和各種教育 和政府的相關部門去進行這個探討 獲得欺准之後才可以開展相關的這個工作 那麼我們會去積極去研究的 那麼鄭志祥依然提到的 就是重視強化 重視法律的意識 和以身作則 就是主管 領導和主管人員 以身作則方面的問題 其實我們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兩方面 第一方面是強化監督 我們提出的外部監督 和內部監督 和要樂意接受監督 這個才可以推動我們 可以重視法律 重視紀律的意識 如果沒有這種金督 這個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就是管理會的重視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加強執法 即我們一旦有內部人員是違法 我一定不可以有任何的包容 不可以歡容 絕不姑息 有了這個執法 有這個阻嚇力 有一個震懾力 主管 前線人員和領導 才可能有這樣的 守法和執法的意識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的 當然我們還要靠我們的道德水平 特別我們的領導人員 因為如果一旦領導人員 去作出壞法和犯罪行為 通常來說是比較隱蔽的 所以我們的領導人員 他本身的這種職業操守 他的職業道德水平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所謂說 上量不正下量歪 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們的主管人員 我們領導人員 一定要改變比較高的道德水平 這個是我們所應該去做的 那麼問題都回答都差不多了 還有一些問題 我想現在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或者我繼續去回應一些問題 那麼看主席決定了 看主席決定了 你可以做一個最後的結束語 最後一個 OK 我看看 看有 總結 OK OK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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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 河一誠主席 郭夏 尊敬的各位議員 一連兩日的 國安範疇的施政風 真是辯論 那你就差不多結束了 那我第一次 以施政的身份 來到立法會 心情是比較緊張 那也都發揮 是有所限制 那也都是講話方面 未必是那麼流暢 所以第一件事向大家道歉 第二件事我想說 因為經驗和能力問題 去答問題是未必到位 也都未必答對題 但免出現一些錯誤 而且由於時間的問題 有部分問題 有部分問題 未有答 這個非常抱歉 我們事後會 以書面的方式 回覆的 各位議員提出很多 很多有利於改善保安範疇 施政的意見和建議 也都有很多 語重心長的期待 還有一些建議 我們會好好研究 好好分析 吸納消化去跟進 這些意見也好 建議也好 是我們不斷存進的動力 多謝大家 跟著部分議員提出 這個批評和不同意見 我們也是謹記以心 以有則舉之 無則加冕的態度去面對 將這種壓力 將這種批評化為動力 推動保安範疇的執法工作 在特別過程當中 可能不小心有所冒犯的 也都請多多包閒 對我答覆不滿意的 也都是將來 多給這個指導意見 多謝大家的內心聆聽 多謝大家的意見 問題建議和批評 另外也都借這個機會 想和各位傳媒說一句 因為我說話 一直以來都以速比較快 所以傳媒朋友 可能在記錄過程當中 有一定的困難 這個抱歉 也都多謝傳媒朋友 兩日以來一直內心聆聽 還有在報導過程當中 給予的意見和批評 也都要多謝立法會的 各位工作人員 和我的各位同事 各位工作人員 這兩日都很辛苦 還有我的同事 我第一次 我的班子 第一次去立法會 去接受大家的質詢 和批評 各位同事表現都 我覺得都非常出色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但我也多謝各位同事 也都多謝社會各界的關注 批評和表揚 借這個機會 特別要感謝 我們保安司的全體同事 去去年12月20日以來 對我工作的支持和幫助 也都是多謝各位 去工作方面全力投入 那最後呢 最次強調 保安範囚的全體同事 回到行政長官的領導之下 去立法會和全社會的關心 支持和監督之下 全力開展執法工作 確保澳門的安全和發展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